这个女人开局有点惨 身为医生的她 因为没有成功救治男人的孩子 被她无情地杀害了 或许是上苍的眷骨 让她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 并且还附赠了一份艳遇大礼包 女人此时还是昏昏沉沉的 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到男人宣泄完后无情地离开了 女人都还没有完全清醒 唯一记得男人腰间有一个胎记 随后就头痛地晕了过去 哗的一声 一盆冷水浇在了女人的脸上 冰冷的水让女人瞬间清醒 坐着的夫人喊着一青这个名字 突然女人意识到自己没有死 她努力回想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这个身体的主人叫一青 因为父母都过世了 所以住进了姨妈的侯府里 一青的父母生前是杭州的首富 姨妈这几年基本把女人家族 留下的财产搜刮得差不多 现在正准备把她赶出家门 既然知道自己穿越了 女人打算拿一青的身份 在这个世界重新活一次 姨妈不停地质问一青 为什么要做出如此伤风败诉的事情 女人说自己已经记不清了 姨妈吩咐地拍着桌子 让女人承认和相防行了苟合之事 女人猜测这一切 应该都是姨妈设计陷害的 就反驳了几句 结果姨妈听到后 恼羞成怒直接说 还要让人把她压下去进不容 女人听到后慌了 忘了这里是封建社会 有权势的家族 杀人比杀鸡还简单 立马耸了起来 想着刘的青衫再不怕煤柴烧 抱着姨妈的大腿挨脖 让她放过她 她愿意把父母留给她的印章给姨妈 姨妈听到要给她印章 两眼都发光了 决定暂且放过女人 虽然姨妈放过了她 但后面的日子却不好过 每天被当成吓人将她各种使唤 此时她累得筋疲力尽 正想着如何逃离这个家 突然丫鬟小月慌张地跑了进来 说老夫人打算把他们俩 送去肝南自生自灭 这不是瞌睡送枕头 想什么来什么呀 女人一想到马上就能离开这里 开心地哼起了小曲 小月以为女人累傻了 听到送她们去肝南 这么恐怖的地方都不怕 女人用力地捏着小月的脸 说有她在 让小月不要担心 比起这里的人心 那边的野兽真算不了什么 小月感觉眼前的女人形象高大了许多 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女人打算走之前给侯府送的大礼包 她可不会这么便宜地放过她 女人因为医报 被患者家属残忍杀害 不过她并没有死 她穿越到了这个叫一青的身体里 一青原本是杭州首富的女儿 却因为父母早早离世 不得不生活在姨妈家 几年时间 姨妈将女人父母留给她的家产 搜刮得一干二地 现在姨妈正准备将女人赶出家门 女人恭恭敬敬来到姨妈面前 亲手给她戴上了一个 橙色非常好的玉琢 说这是她母亲在蓝田买到的 姨妈假惺惺地拉着女人的手 装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心想 没有利用价值的妻子 再乖巧也是妻子 女人随后又偷偷摸摸来到了 表哥的房间 在她的衣服上 倒了一些特质的香料 做完这些后 淡定地走出了房间 小月不舍得看着以前住的地方 一想到要被流放至肝男这样的偏远郊外 心里面就很失落 看到女人却是一副很开心的模样 她是完全不能理解 刚坐上马车 就听到夫人晕倒的消息 小月不解地问女人 夫人不是最近身体一直都很好的吗 怎么就突然晕倒了 难道是遭了报应 女人解释 原来她在宋姨妈的手镯上动了手脚 上面熏了会使人心神不宁的草药 这会让她每晚都被梦眼折磨 出现精神衰弱 她又在表哥的衣服上 倒了特质的香料 这种香料和表哥未婚妻 相府千金身上的香料混合后 会散发出胡臭般的气味 相府千金一靠近表哥就会闻到 这谁受得了 之前说好的婚事就没戏了 两件事结合在一起 姨妈自然晦气急功心 然后晕倒 小月听到女人讲述这一连串的操作 佩服得五体投递 女人还想再吹嘘一回 突然一阵猛烈的反胃 小月忙问小姐你怎么了 女人强忍着吐蚁 摆了摆手 没什么 怀了个孩子而已 至于这个一发入魂的男人 已经苦苦寻找女人多日的她 正焦急地等着消息 突然吓人来报 说是找到了那晚的女人 你们觉得会这么顺利吗 女人因为医报被害 穿越到了这一世 却意外地怀上了这个男人的孩子 她并没有刻意去寻找男人 而是在偏远的肝男独自一人 把孩子生了下来 六年后 眼前这个小男孩正读着书 女人觉得儿子太用功 竟然让她学自己偷偷懒 别成了书呆子 人小鬼大的周周回女人 有一种休息 叫做你娘觉得你该休息了 女人听到后很是无语 心想这嘴倒是挺像自己的 走出房间的周周 准备去老师那边请教问题 突然草丛里传来了 嘻嘻嘻嘻的声音 她好奇地扒开了草丛 发现里面躺着一个 身负重伤的男人 正想着这个人 是不是已经挂了的时候 男人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 小男孩没有害怕 反倒是注意起了男人的眼睛 过了一回 周周把自己的母亲拉了过来 女人还以为是儿子开窍 准备给她一个惊喜 不料看到了重伤的男人 女人并不想多管闲事 担心这个男人的仇人还在旁边 就想拉着儿子离开 周周执意要救男人 说男人是他的爹 因为他们的同色是一模一样了 听到这话女人很是无奈 开始怪自己 为什么给这个兔崽子 讲狗血小说 让他联想这么丰富 最终女人拗不过这个熊孩子 只能乖乖带男人回家治疗 回到家里 小月好奇问女人 什么时候开始爱管闲事了 难道是因为男人长得帅 一清直接摆手 表示对男人没兴趣 特别是这个时代的男人 婚恋官和他天差地别 他是不会动心的 小月听后无奈地笑了笑 女人看着已经包扎好的男人 担心救了一个白眼狼 突然男人醒了过来 一把将一清压在身下 一清对男人的行为有点恼弄 毕竟自己可是他的救命恩人 男人怀疑地看着这个 说自己是大夫的女人 觉得他过于镇定 担心有诈 于是手里使了劲 一清吃疼差点叫出声 他轻轻吹了一口气 男人只觉得一阵头晕 直接倒了下去 原来女人口里含了药丸 咬碎后呼出的气体 会和男人身上的药结合 让人全身乏力 动弹不得 男人此时只能任由一清摆布 幸亏一清留了后手 上去捏着男人的下巴 警告男人不要惹火他 突然小月推开了房间的门 大喊外面有好多官兵 建议清正趴在男人的身上 顿时感觉自己看到了 什么少儿不宜的场面 直接就去关房门 儿子还不忘嘲讽自己的娘亲 嘴上拒绝 身体倒是很诚实 啪的一声 房门被重重地关上 留下了实话的女人 猜一下这个男人 会是周周的亲爹吗 这个女人为了保命 处处防着男人 还给他下了如此恶毒的药 一清问小月 刚才说的官兵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小月说他们正在挨家挨户的女人 是不是在找我爹爹 周周无厘头地来了这么一句 立马换来了一剂毛栗子 一清也不想因为男人给自己带来麻烦 只能先想办法就下他再说 于是告诫男人让他老实配合 男人这事也没其他办法 只能勉强答应 一清转头让小月去拿红米水涂男人脸上 他出门去应付官兵 走到门外 一群官兵气势汹汹地站在门口 说正在寻找一个出逃的犯人 提出要进屋搜查 于是把官兵请进了屋里 为首的官兵进屋后 就闻到了一股很重的味道 女人解释自己的夫君得了重病 需要天天服药 自然会有一些味道 官兵走到床边 他要亲自检查一下床上的这个人 女人假装迟疑了一下 然后扶起男人 看到男人脸上满是红枕 可把官兵吓了一大跳 女人骗他们说是天花 其实是红米水起的过敏反应 那年头天花是很危险的传染病 官兵也惧怕于是纷纷逃出了房间 看着他们离去 女人有点失望 他本来准备的第二招还没用上 男人见识到了一清的手段 夸他是他见过的最聪慧胆大的女人 女人可不稀罕他这一套 直接将他无情地撞开 男人从没有被别人这么对待 心里十分恼火 女人问他救命之恩该如何回报 男人听到后 脑洞大开地以为要他以身相许 做孩子的后爹 结果女人只是想男人亲口告诉孩子 说自己不可能是他的父亲 因为自己还是个储物 男人听到这话差点吐血 惊讶地看着女人 他不敢相信女人说话会如此地直接 就问他如果答应了有什么好处 女人回他 会治好他的伤 让他平安离开 男人思索了片刻 此时的他确实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当下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女人见男人婆婆妈妈的很是无语 作为锦衣卫正俯使的他 之前可没人敢这么嚣张 扬言等他伤好了 会报复女人 女人轻蔑地看着男人 你身上的毒 除了我没人可解 难道你想一辈子失去男人的熊风 疫情可是够狠毒的 所以现实告诉我们 如果对象是医生可千万不要去 昂唐锦衣卫正俯使被女人治得服服帖帖 还只能乖乖把药喝下去 疫情说完便走出了房间 留下男人独自一人生闷气 第二天 男人遵守约定把真相告诉了周周 疫情则坐在门外偷听里面的动静 没过一会儿子气呼呼地走出了房间 女人假装一本正经地看起了书 周周看到自己这个娘在外面偷听 很是不爽 提醒他书拿反了 说完便生气地跑了出去 这两人真是活宝啊 男人靠在门旁 看着刚才一幕的发声 说他发现周周是女人的软肋 疫情此时正没出撒气 一句管你屁事直接对了回去 说着就用手去戳男人受伤的胸口 让他不服气也得憋着 小月正是把药端了上来 男人喝完后发现今天的药特别苦 疫情说在里面加了黄连给男人去去活 还说自己是十分关心病人身体状况的待遇 让男人要怀一颗感恩的心 男人是一点招都没有 谁叫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呢 突然任婉桥跑了过来 他也是穿越者 前世是个警察 疫情看到他来了 高兴地拉住了他的手 问他怎么有空来的 原来任婉桥今天是来找女人帮忙调查一个人 任婉桥之前和秦伯岩有过婚约 后来退婚弄得很不愉快 现在秦伯岩功成名就 马上就要出任这里的千户大人 他担心秦伯岩会滥用公职 司机报复 好姐妹的事情一清自然答应了下来 此时男人正在屋里听着两人的对话 他想更多地了解这个毒蛇的女人 深夜探子来报 把男人要调查的资料给到了他手里 黑医人紧张地问男人 您不和卑职一起回去吗 男人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不该问的别问 黑医人吓得瞬间消失在了夜幕中 男人也意识到自己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只是突然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女人了 喂 这个剧情也太快了点了吧 答应我们 拿到解药就潇洒离开好吗 你可是堂堂锦衣卫政府使啊 如果你重生到古代 你会接受没有手机和网络的日子吗 我们的女主来到这个时代已经六年多了 她貌似已经适应了这边的生活 现在正在树上喝着酒省的月 嘴里还深情地念着苏氏和李白的诗句 傍晚 任婉桥突然跑了过来 问小月一亲有没有回家 说一亲在她家喝酒喝一半人不见了 找了一大圈都没看到 所以跑过来问问是不是已经回来了 小月听到后非常的紧张 大晚上的一个人在外面还是很危险的 所以他们准备一起出去找找 这时男人走出了房间 她也想跟着一起去 男人在这片树林中找到了一亲 听到女人念的诗句后 身体微微一正 心想她明明是个才女 为什么和探子给的资料完全不同 突然一亲手里打滑 众星偏移直接从树上摔了下来 男人一个箭步 稳稳地接住了从树上掉落下来的一亲 然后问她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 醉醺醺的女人没有回答 而是伸手捏住了男人的脸 然后紧紧地抱住了男人 开始对她撒娇 男人啊 看你的表情 你已经被死死地拿捏住了 这时任婉桥也赶了过来 发现女人已经熟睡在了男人的怀里 她担心男人会对自己的闺蜜 做些出格的事情 于是要和男人一起送一亲回家 第二天女人醒来 发现自己头疼的要命 小月端着醒酒汤走进房间 看女人已经记不得昨晚的事情 把女人喝酒上书 被男人抱回来的事情说了一遍 还添油加醋地描述了昨晚的情景 逆清差点就信了自己 把男人怎么滴的事实 周周突然急匆匆地跑进了房间 神情紧张地说没有看到大叔 这时她已经改口不叫爹了 看来已经被男人成功洗脑 逆清听到后无比地开心 安慰儿子说 男人本领大得很 让她不要担心 心想终于摆脱了那个温神 女儿俩可以安稳地过日子 女人只是和自己儿子的老师 多聊了几句 就让我们的男主粗意大发 几日后 逆清看周周吃饭速度有点快 让她慢点吃 结果周周说她要节省时间 新来的老师中午要单独给她开小灶 还说老师是逆清嘴里 上之天文下之地理的大佬 逆清听到新来的老师 能得到儿子如此高的评价 开始对她有了兴趣 延宵节这天晚上 街上的人比平时多了许多 逆清和任晚桥 带着周周出来逛灯会 周周看到路边有卖好吃的 就拉着任晚桥要去买 三人分开后 逆清独自一人在街上闲逛 突然看到前面有个猜灯迷的比赛 奖品是一只可爱的白狐 逆清打算把白狐迎过来 给周周当玩伴 于是报名参加了比赛 这时逆清发现旁边 站了一个文质彬彬的男子 他同女人一样也报名了 男子叫莫衡 他上前对女人礼貌地点了点头 一向大大咧咧的逆清 突然感觉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台上的店小二宣布了比赛规则 猜对灯迷最多者获胜 女人自信满满地认为 第一非他莫属 毕竟自己研究过一段时间的灯迷 没过多久 店小二宣布了比赛结果 莫衡以领先一票的成绩 赢得了比赛 得知结果后 莫衡礼貌地向一清打起招呼 这时周周走了过来 一清尴尬地发现 原来莫衡是周周的老师 这才心里平衡了一点 莫老师 多谢你对周周的关照 莫衡让他不用这么客气 清清楚楚 此时男人正和小弟监视着女人 小弟看着男人一脸的严肃 心里慌得一鸣 突然男人回头看了过来 猙獰的表情差点没把他吓掉 这时的男人猝意大发 甚至有了杀人的冲动 女人回到家中 突然发现院子里面 站了几个黑衣人 小月紧张地看着一清 男人突然回头向一清打起招呼 女人也是一愣 对男人的出现有点无语 嘴里不自觉地问候起了男人 周周看到男人很是开心 一口一个叔叔地叫着 女人警惕地把周周拉到身后 然后询问男人的来衣 男人让手下抱上来了一个孩子 看模样还没有断奶 一清猜不出男人的意图 不客气地问他 你想干什么 男人为了能和女主多一点接触 竟然逼着女主给他 为断奶的侄儿治病 一清好不容易过了几天清静日子 突然看着男人带了一堆人闯入家中 还莫名其妙地抱上了一个孩子 心里非常的窝火 男人解释这是他的侄儿 现在身患重病 需要一清救治一下 女人不想和这个来历不明的男人 有什么瓜葛 所以不客气地下了竹克力 男人的手下见一清态度这么恶劣 准备上前给他点颜色看看 被男人拦了下来 一清说自己没有时间 不管男人威逼利诱 都不会给孩子看病 男人死死地盯着女人 质问他有时间和不清不楚的男人调笑 没时间救一个孩子 一清对男人的监视很是恼火 直接抱起了粗口 男人二话没说 把剑架到了一清的脖子上 逼问他到底就不救 一清丝毫没有惧怕 淡定地回 不救 男人听后气地咬牙切齿 却又拿一清没有办法 突然任婉桥带着秦千户推门走进来 秦伯颜正是一清搬来的救兵 原来一清之前回家时发现有点不对劲 因为知道小月在家 灯却没有亮 于是让任婉桥去找秦伯颜过来 秦伯颜见状开始斥责男人公然行凶 男人冷哼了一声 将令牌举到了秦伯颜的面前 秦伯颜确认了男人的身份后 恭恭敬敬地跪在了他的面前说道 下官秦伯颜参见纪大人 任婉桥本以为秦千户过来能给他们撑腰的 结果发现这个救兵都跪下了 彻底无语 一清也想借此机会搞清楚男人的身份 于是问他到底是谁 男人冷冷地回答 锦衣为政府使季恒安 锦衣为政府使是皇帝的亲信 可以逮捕任何人 包括皇亲国妻 权力极大 想到这里一清冷汗留了下来 季恒安退下了所有人 他想和一清好好聊一下 回到屋里 一清看男人坚持的态度 知道再拒绝也赶不走他 于是勉强答应救治他的侄儿 不过给他提了一个要求 就是治好了孩子让男人立马滚 季恒安本以为女人会提一些过分的要求 结果没想到竟然是让自己滚 气得不行 心想京城多少人都舔着脸巴提他 他竟然想方设法地让自己滚 女人让他别做懂了 季恒安哪听过这么高级的词汇 问一清是什么意思 女人硬着头皮解释说 这是一种狗的品位 特别好动 所以叫逗门 男人听后气得一把捏住了一清的脸 季恒安不敢相信 眼前的女人会拐着弯骂朝廷命团 喂 110吗 这里有人家暴 堂堂请一位政府室 竟然跑去学堂教训起了小朋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清见男人都动起手来了 他也不客气 狠狠在男人手指上咬了一口 房间里的动静 让外面几位吃瓜群众听得目瞪狗呆 还是周周觉悟高 认为里面两人只是在打情骂俏 让他们不要进去打搅 一顿激烈的交流后 一清站起身准备给小孩试真 于是让男人去门口守着 季恒安第一次被女人舍 虽然心里很不爽 但还是乖乖走不出去 这时小月急匆匆地跑回了家 着急要找一清 说是周周在学堂出了事 为了不耽误物理的治疗 男人把小月给拦了下来 片刻后 一清完成治疗走出了房间 看小月被拦在门外 焦急地问出了什么事情 得知周周出事后 转身就向学堂跑去 心里想着 如果自己儿子出了什么事 他一定要让男人陪葬 一清推开了学堂的门 发现里面的场景 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同 只见周周开心地在男人怀里 立下蹲着一群哭泣的熊孩子 一清没想到季恒安在这里 看他一脸得意的样子 女人气不打一出来 伸手就去抱儿子 还特意强调不要被陌生大叔抱 男人听后一脸的无语 先前还幻想会得到女人的表扬 周周兴奋地夸男人是盖世英雄 帮他教训了欺负他的同学 原来这群同学一直说 周周是没爹的野主 还巴结老师 在学校各种欺负他 虽然男人在一清来之前 已经教训过他们了 但是一清显然觉得力度还不够 回头嘲讽锦衣卫的手段并不怎么样 经过女人一顿爱的鞭策后 想必这几个小孩再也不肯欺负周周了 同时一清对这个厌恶的男人 多了那么一点点的好感 回到家里 任婉桥提起了周周在学校被霸凌的事情 前世他是个警察 按照之前的调查结果显示 单亲家庭的孩子容易被霸凌 于是劝一清找一下周周的爹 必清虽然知道男人的特征 但他还是不想找 认为自己带孩子很自由 就当从男人那边借了只蝌蚪 不想再多一个牵绊